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衰退和下降的厉害呢 答案是否定的 其实男性和女性啊 他这方面需求的曲线是截然不同的 男性一般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是他需求和能力最旺盛和最强的那个时期 然后呢到三四十岁的时候 开始慢慢的减弱和衰退 到了五十岁开始啊 基本上男性的身体会在走下坡路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和需求都会下降的厉害 而女性呢跟他是截然不一样的 女性通常在十几二十几岁年轻的时候啊 其实他的需求并不是很强烈 到三四十岁 随着他身体的慢慢成熟 和这个体验经验的慢慢积累 他这方面的需求呢 就会达到一个顶峰 然后到再往后 就是到中年四十五十几岁 甚至到六十岁 其实没有任何迹象来显示 他的这个需求会有衰退的痕迹 这里边呢 金赛性学报告里边这个金赛教授啊 他就特别的研究了这个问题 除了面对面的访谈之外呢 他还用了其他的两个数据 一个是中年女性的自卫的数据 一个是他做梦之春梦的数据 为什么用这两个数据呢 因为自卫是一个完全他自己可以控制的 主动的一个释放的途径 所以用这个途径来看 他在这个年龄段的需求和能力 是比较可靠的 那这个春梦呢 其实是他潜意识里边的欲望的一个体现 所以这两组大数据啊 其实都没有显示说女性到四五十岁 人到中年以后 无论是需求还是能力有下降的趋势 那为什么中年夫妻的这种 夫妻生活的频率骤降呢 那主要还是男方的一个原因 一方面呢 是男性的这个能力和需求不那么旺盛了 就身体上力不从心了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呢 可能是出现了这种心理上的厌倦 也就是说男性开始寻求这种婚外的性行为 寻求这种新鲜感 所以呢 他婚外的次数多了 婚内的次数就少了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了 那作为中年理性来讲 还是要正确的对待自己这方面的需求 因为这个需求 其实就像你饿了想要吃饭一样 是非常正常和合情合理的 至于如何去解决呢 我觉得无论是你自己解决一下 还是现在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辅助玩具 或者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找一个比自己年轻很多的这种伙伴 都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 有个月的条件 有个月的条件 我这个 suced天是 Stupi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